接下來我們要跟各位講說 一般而言我們國中目前上課所討論的 坡在前進的時候形狀是不會變的 石頭丟在水面上一圈一圈圓形坡 圓形坡的圓形不會變 那如果壓壓壓被一條一條的直線坡 形狀都不會變 所以圖上面石線是原來的樣子 往前走虛線是後來的樣子 形狀上是一樣的 我們國中目前所討論的 基本上都是形狀不會變 形狀不會變 那麼因為形狀不會變 然後再配合一些其他就出現一種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請問你 請問你 這個介質的運動方向向哪裡? 那我們有兩種解決方法 這裡講的是其中一種 哪一種呢? 就是照苗 實線是現在的坡 他問你 我向右邊運動 請問你A點怎麼動 B點怎麼動 C點怎麼動 我怎麼解決 方法有二 方法一 照苗 照苗 就是原來畫一個實線 順著往前走變成虛線 那你看到 A要從實線變虛線 要向哪裡? 向下 所以A點運動方向向 下 那B點呢? 也是向下 C點呢? 向上 C點向上 而且你可以知道 速度有沒有一樣快? 沒有 因為動的沒有一樣多 動的沒有一樣多 嘛 B動的比較多 C動的比較少 所以呢 B比較快 C比較慢 這是我們的第一種方法 照苗 形狀不變 照苗 往前走一點 看怎麼樣 我們的解決還有第二種方法 叫做看後面 什麼叫做看後面啊? 這個是我的坡 我現在往前走 所以左邊是後面 所以A點 左邊是後面 在下方 所以A點運動方向向哪裡? 向下 C點 我的左邊後面也是在下方 所以B的運動方向也向哪裡? 向下 C點 我的後面是在上面 所以A點運動方向哪裡? 向上 看後面 看後面 所以第二種方法呢 就是看後面 看你喜歡哪一種 你就哪一種 就是問你 這個坡的 瞬間的運動方向向哪裡? OK 所以 練習一 這裡有個坡 向左邊走 他幫你畫好了 初初的實現是現在 細細的虛線是等一下 他幫你畫好了 多好啊 然後 請問你 P跟Q的順時運動方向是朝哪一邊的? 是向上呢? 還是向下咧? 是向上咧? 還是向下咧? 停車戰界問 向上或者是向下 帥哥美女 帥哥美女 我們找一位 這位叫做 十四號是姿佑生嗎? 不是 十四號 好姿佑喔 像哪裡? 出答案選誰? 你答案選出 請坐下 答案選的是叫做 豬兒 好 照瞄嘛 如果他被瞄好了不是嗎? 所以 要從粗粗的實現變成細細的虛線 P要往哪邊走? 往下走啊 Q往哪邊走? 往上走啊 所以P點向哪裡? P點向下 Q點向上 剛才跟你講可以看後面對不對? 這裡是前面啊 所以後面哪邊? 右邊是後面嘛 就看你的後面 P的後面在下面 所以P向哪裡? 向下 Q的後面在上面 所以Q向哪裡? 向上 你也知道 P向下Q 向上 所以呢 我們就選擇的是豬 Q點的向上方運動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01 這裡要教你的重點 就是考試也會考 就畫一個坡 問你 戒指的順時運動方向查理 方法一 照瞄 方法二 看後面 這就是我們的解決方法 OK